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所以颜冰云这个角色受到了广泛关注 但后来因为肖战粉丝的一些迷惑行为 肖战几乎达到了被全往黑的地步 说实话 我个人对肖战并没有什么反感的点 他在出演的几部电视剧中的表现 不说可圈可点吧 至少也没拖其他人后腿 也没有什么特别著名的黑点 可以说肖战也是粉丝行为 偶像买单的受害者之一吧 不过 当时还有影视圈的大导演 点名说肖战演技差实力不行 还有人发视频直指肖战演戏时 还要导演手把手交 当时庆余年的导演孙昊 还点赞了这条微博 不知道是不是手滑 第一季 颜冰云这个角色没什么戏份 所以第二季 如果换演员的话 其实对于观众们来讲 影响应该是不大的 按照原著第二季开始 这个角色戏份就开始变多了 不换演员的话 肖战能给这部剧带来的流量 肯定是巨大的 毕竟他拥有可能是全网最多的黑粉 不知道你们觉得 颜冰云还是让肖战来演好 还是换个演员好呢 欢迎在评论区留言发表意见 如果喜欢我的文章 可以直接进行一个赞的点